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关于字符空间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字符串空间 这样的空间的初始化中的第二种比较经典的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还是一样定义一个char buffer 还是把这个字体弄大点 char buffer 然后比如还是实,这个无所谓的 当然这个地方提一下 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初始化的过程中 已经把这个值直接付给它 而且它的空间的大小不变的话 那么这个10你可以省掉 编续会自动的帮我们去填 自动来填 而填10的话就不管你多大 反正一定是10个,对不对 这个再说一下 就说这个一旦是把buffer 你这边忘写10了,对吧 不写10,那么这样写 那么这个buffer的大小就多少 是4个,对不对 因为你这还有个0,对不对 就是这个它完全考 玩c源编辑会 它会非常智能知道 等号这边是个空间 空间附给一个什么 还没有告诉你空间大小的一个空间 那默认怎么的 默认它就把这个空间的最大值 它最大容量 跟这个空间的什么 最大容量的属性相等 这样它一分配就4个字节 4个字节 好,当然如果你写的更多 那abcdd,那怎么的 那就5个呗,5个就行了 好 这种写法也行 这种写法和这种写法要区别 就看你的一个实际需求 就是说你这个宿主 是不是就这么大 不能再变了 对不对 如果再变了 那你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说法 就有可能它一会变多 一会变少 是不是 你就定值 如果说它每次 它最多只定初始化的大小 那好了 你就不写 免得到时候还自己算 对不对 很麻烦 好 好,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第一种 就是第二种问题是这样的 我还是abc 但后来运行的运行 我发现不爽 因为你老指向abc 这个不合理 我想什么的 让buffer去跟我跟hello world之间 做些初始化 或者说hello world之间这个字符 比较好看 我想用它来去初始化buffer 行不行呢 这种写法是我们非常经典的错误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用什么 把这个宿主名放在了等号的左边 那么一旦放到左边过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认为你把一个标签去改了 原来我们也讲过 宿主名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常量标签 你标签怎么改 对不对 就说就相当于你这个函数名叫mile 你是不是编译过后 这个函数一定要mile 对不对 你不能变了 你不管怎么运行 mile就叫mile 对不对 标签变不了 你地址你可以乱七八八改 但标签变不了 所以这样的语法 虽然编辑无能为力 没法翻译 你怎么把标签给一个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经典错误 那你会说那怎么办 我现在非想让buffer 跟hello world之间建立点关系 对不对 让buffer里头就是纯hello world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 也就是说我们涉及到了 第二次什么内存的什么 初始化 我也叫初始化吧 就是第二次的复值 初始化复值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是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什么 逐一处理 逐一处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一再强调的 c源编辑器能帮我们解决什么 逐一的问题 但只能解决一次 就第一次复值 后面再想对内存操作 只能用啥 逐一 什么叫逐一 还是这样再提一下 buffer的0等于什么 h 然后依次累推 buffer的1等于啥 等于e 依次累推 对不对 反正就这样 然后这地方还要注意 还非常小心 buffer等你把这个d都 d 假设n 假设n等于d n等于最后的d 那完没 没完 一定要小心 后面还有个啥 还有个buffer的什么 n加1 干啥 让它等于啥 等于0 对不对 就因为我们是字符串负值 所以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它的什么 0的负值 0的负值 好 那么当然呢 在很早 很早之前 你可能你的程序员 只能这样做 只能这样做 但后来呢 色源编辑也发现了 大家反正可能都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干脆我把这样的功能 咱们统一一下 咱们后面会讲的函数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提到 就说 在我们对于连续的字符串空间 就说我对于这个空间 我们来看 就对于这个空间 是自把 就是一个 一块空间 一定要注意这个填进条件 一块空间 这个空间是什么 当成什么呢 当成了字符空间 当成了字符空间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色源给我们提供了 什么 一套 什么 一套 字符拷贝函数 字符拷贝函数 什么叫字符拷贝函数 字符拷贝函数 我们先说一下 字符拷贝函数的原则 拷贝函数的原则 它的原则是什么 它的原则是 必内存空间和内存空间的什么 逐一负贝的什么功能的一个什么 相当于一个封装的一个封装的一个封装体 封装体而已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它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内存没有完 这个逐一负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条件 什么 一旦空间中出现了什么 0 作为0这个值 就这个你空间不是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取东西 对不对 你取出只要看到0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的 这个东西 这个值 这个特殊值的时候 特殊值 那么函数就怎么的 就即将结束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字符拷贝的函数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 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第一组函数 第一组函数叫死罪 Copy 这个函数也非常经典 但是 确实以后 我们在实际工程中 是绝对不能使用的一套函数 这个到后面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是C元 只是先把 大家把C元的这种思想 建立起来的过程 所以我们先用死罪Copy 使用Copy的函数的声明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一下函数声明 还是这样 MN死罪Copy 我们看看这个函数的声明 这个函数的声明是这样的 恰心恰心 那么这个地方 又遇到了我们原来讲的 Const的恰 Const的恰 那说白了什么 这个指针指向内容 我们是绝对不会给你改变的 而这个地方指向的指针 我不敢保证了 因为你这是个恰 对不对 只是个恰 可能变也可能不变 是不是 好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这样考虑 你就是相当于把两个星嘛 两个星我们都怎么来理解 两个星就相当于一个星指向了什么 我们说一再强调一个星你就想 你一定要把脑海中想这个图 一块内存紫过去了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星怎么的 另外一个星它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纸 纸到一片什么空间了 然后所谓的copy呢 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我们这段内存 假设原来存了一个椭圆形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椭圆形怎么的 想办法给它搬 搬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从名字上也看出来了 这个叫sauce 这个叫destination 那么就是圆到目的地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拷贝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什么 我如果想把Hello World 拷给别人 那谁是圆 是不是Hello World是圆 那你很显然 Hello World你要拷贝 结果呢 你拷贝半天 这Hello World的圆拷过去了 然后Hello World没了 或者是Hello World变成别的了 合理吗 就不是很合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用Const的椭圆形 是不是就非常的严谨 看没有 非常的严谨 好 这是目的地 那么这个函数内部呢 你现在不要关心 它里面怎么做的 因为这个函数 说复杂会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这种函数 以后我们随着嵌入式的深入 你慢慢就理解到了 死罪copy的这种函数 不是我们简单的想象的 现在我们讲到的什么 逐一的感觉 就是你原来我们说 你看我这样写一个 你们看看是不是 你看目的地不就是这样 dist i 对不对 然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个src的 每一个是不是拷给它 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你拷完之后 还没完 没完怎么的 没完怎么的 每一个i怎么的 每个i我都怎么的 加加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一次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循环里头 然后看i i什么的 i是不是在我们的什么 if 在我们的圆的i 等于什么 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结束了 那我就不考了呗 然后最后把做一个收尾就可以了 这个内容 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学过 或者做过 就用c元写一个src copy 这个如果没有做过同学 到时候可以再单独做一下就可以 在这我们现在不说了 然后 那么这是我们属于标准的想法 但随着以后 现在的硬件的升级 很多硬件可能 它也能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有些时候 src copy的代码里头 你会发现一些 很奇怪的汇编员 嵌进去了 那这个好处主要在于什么 主要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就是 开发过程中 src copy的效率 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我们在面试 尤其像面试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时候 你应有不存在 应有不存在 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些面试官 他会很无聊的问 你们去给我写个src copy吧 或者写个什么src认认 这样的一些标准函数 那当然你可以先把我们的标准形式写出来 然后你一定要复一句话 根据CPU的体系结构不同 以及CPU的能力 那么它这段程序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更加优化 所以这个我们先放这 大家先理解一下 然后等以后我们看到具体的CPU过后 我们可能再跟和内核中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src copy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只是说我们现在能猜测出来 它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但内部做的细节 我们现在不敢说 是不是一定是这个 因为不同的CPU有不同的效果 但我们先大概理解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src copy 那么这个src copy 其实就完成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圆中的逐个位对distination的一个什么负值 所以这样的这样来看啊 这样来看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需求就变成就变了啊 怎么怎么操作 char buffer还是10好吧 还是10 把这个放大一点 还等于ABC 这是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后面一定一定要小心啊 后面后面你的buffer怎么操作 无所谓啊 这个buffer千万不能放在等号里面啊 你怎么放 那这时候我非要让buffer等于什么 hello world怎么办 那么说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叫什么 死罪copy 然后把这个buffer放到我们的目的地啊 第一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元素是不是我们的圆啊 圆是谁 是不是就hello world 看没有 你只能这样负啊 这样负 而且这个负呢有个好处 这个buffer函数一返回 这个buffer里的返现0有没有 有 你记住啊 反正带死罪的这个前缀的函数啊 都具备这个能力啊 好 所以说这样来看呢 死罪copy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说的一种比较那个典型的什么 制服空间内存的拷贝啊 那当然这个函数呢是有它的问题的啊 这个在以后我们那个课程中再进行讲解啊 它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内存泄露函数啊 因为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还好办啊 这种程序说我hello world是大小是确定的 但如果说不小心啊 我这个hello world没设计好 我不是hello world 我是一个黑客 我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放得无穷的大 很大很大的一个直播串 烤给你 那你说这buffer只有十个盒子啊 那你剩下烤不烤呢 根据死罪copy 他是不是看到零才不烤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问题很严重了 怎么办 你buffer你看 我们画个这个图啊 你buffer本身应该这么大 对不对 然后你下面是不是可能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 这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这是buffer的啊 但是我现在不小心的把这个双引号内容啊 无穷的扩大 那这个时候我的拷贝虽然前十个字节 确确实是考进去了 但是我这个字节可能有二十个 那很显然在考完这个过后 还考不 还得考 因为你双引号一直很长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的 他是不是又把其他的值也考进去了 那么内存 这段内存假设是说 本身内存属性就是可读可写的啊 那自然而然就把它覆盖了啊 一旦覆盖原有的值是不是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 如果这个值恰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比如条件变量或等等啊 那这个时候条件就变了 条件一变 我们是不是整个程序就跑飞了 或跑乱了 看没有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什么 内存泄漏函数 在工程中是绝对绝对不允许使用的函数 而转而用什么函数呢 转而我必须要考虑用这个函数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下面的函数 尺寸n copy 这个n copy啊 其中就这么一个东西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n就是限制我们拷贝的什么 数量 也就是说我的destination只有十个 那我最多最多考几个 十个 你不能再多了 你再多我这个内存就泄漏了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函数呢 是最合理的函数啊 当然具体这个函数我们后面再来看啊 再来看它具体的一个实现效果 好吧 那这个是关于于我们字符串 所需要大家理解的一些 基本概念就可以了啊 哈 哈